今天帶大家去一個不會打龜的釣魚點 就是這個水中天 我們在這個 大埔區站踏20K 去到碼頭之後 我們向這個 黃城那邊 走下去的碼頭 坐船去這個水中天 費用就是一個人200元 兩個人去300元 釣到的魚 魚就分哪個類型 是90元一斤 或者70元一斤 可以拿走的 這個水中天 就可以什麼都不帶 有魚餌 魚絲 雕具可以買的 有燒烤 還有炒飯麵 價錢都合理的 由於香港水域的鹽蟲污染 魚類數量大幅減少 這讓很多新手釣魚者 在第一次嘗試釣魚時 往往無法獲得任何魚類 這種情況被稱為打龜 此外 在香港的許多釣點中 缺乏食物和水供應 也沒有洗手間可供使用 而且環境相對危險 這使得女士和小孩不太適合進行釣魚活動 因此 很多人放棄了釣魚 或者從未嘗試過這項活動 然而水中天休閒釣魚會為你提供了一個輕鬆 放心的釣魚體驗 相比於只在家中玩電腦 看電視或打電子遊戲 參與釣魚活動對身心都有益處 多接觸大自然 陽光和新鮮空氣對身體有著積極的影響 來到水中天休閒釣魚會 你可以真正享受釣魚活動的樂趣 漁場內不僅餘的種類繁多 而且環有定時芳魚 以確保釣魚者有足夠的魚類可以釣到 此外 該處環境安全 並提供必要的補給物資 水中天休閒釣魚會是一個理想的釣魚場所 讓你可以自由自在地享受釣魚的樂趣 無虛無足地進行玩樂 保證能讓你過足人 無論你是釣魚的老手 還是新手 這類都能讓你感到愉快且滿足 作詞文學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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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程 從新手中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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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